看看新闻网 手头的新剧 梅花唠传奇的创作 好像也进入了一种 僵局的状态 我觉得也是 还写它什么呢 写出来还给别人抄 对吧 先把这事解决了 人家还剪现成了 对 先把这事解决了 在你心里 是他多一些 还是我多一些 当然是你多一些 连城 原来我在你的心中 只是占据了一部分而已 工作连城的剧情 渐入佳境 但琼瑶对余政抄袭的讨伐 却逐渐趋于平息 原因就是琼瑶阿姨 已经自顾不暇了 4月20号是琼瑶阿姨的 76岁生日 本当好好庆祝一番 但琼瑶却爆出了 靠安眠药维持睡眠的消息 为此我们致电了 琼瑶公司旗下的宣传人员 他就是发生虫的时候 然后身体不太好 然后最近的话 其实还是那个样子 其实没有太多的好者 现在的话 可能还是先养好身体吧 这个是第一队的 作为琼瑶心爱的 御用女主角 林心如近期在台湾地区 做宣传时 也是第一时间 送上了关心 她也还蛮难过的 因为感觉自己的作品 被人家剽窃 说到林心如和余政 他们在拍摄 《美人心记》时 还有过合作 当时身为制片人的余政 就力邀林心如来出演剧中的 《斗太后》 最后选择心如是 我希望这个有心机的美人 不是外力的心机 是比较内敛的 但时至今日 林心如和余政 貌合神理 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当林心如被再次问起 和余政的合作时 她甚至不愿多做评论 我拍过游戏啊 对制片 反观电视剧 龚索连城 近期的收视率 可是层层层的往上涨 就拿21号当网为例 龚索连城的收视率 高达2.97% 稳居全国第一 而网络点击量 也是突破了10亿大关 记者了解到 该剧不会因为抄袭门 而遭到停播 也就是说 琼瑶此前提出的抗议 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反而一不小心 帮新剧炒热了话题 电视剧照常播出 而余政方面 则继续保持沉默 余政本人 只是在22号 转发了香港作家 张小贤的微博 言语之间 似乎在回应 此次抄袭事件 谁都会遇到 一些不爽的事 也总会遇到 一些故意找茬的人 这时候 要是能够和自己说 别理他 人生就会少许多烦恼 娱乐新台地 穷药阿姨笑消气 编辑报道